台湾连续三天本土确诊数降到200例以下 不过社区中还是可能有前藏的病例 面对黑树南巡包含新加坡跟香港 都强行采用污水系统监测社区中的病毒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证实 台湾一直以来也都有在监测 目前也在两处污水中验到了新冠病毒 不过还要再确认是哪一个区域 指挥中心也强调由于污水已经经过处理 因此不会有传播力 为了找出社区中的前藏病例 除了透过广筛之外 像是新浅新加坡也曾经利用了地下的污水来进行监测 意外找到病毒还发现了社区中的确诊者 今年6月新加坡在社区的常规监测中 发现地下污水含有新冠病毒片段 立刻对当地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找出6名阳性个案 还有像是香港也曾在两栋建筑物的废水中验到新冠病毒 最后隔离了9名无症状感染者 而荷兰则是每周监测超过300个污水点 而我国也有长期对污水进行监测 主要就是因为新冠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除了清洗肺部也会感染肠道细胞 病患也会排泄出病毒颗粒 因此能够透过肺水监测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在不进行普筛的前提下 得知是否有社区感染 由于成本低 指挥中心强调 污水减出病毒残留也是正常现象 在经过相关处理后 不会有传播力 至于在5月疫情大爆发时 咽道的两处下水道 有病毒残留的位置 是否就位在双北热区 则是不愿透露 这位您反正特报道 国内利品疫苗施打率 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新增48940人接种AZ疫苗 其中有12件疑似 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另外在莫德纳疫苗部分 新增了5845人施打 其中有两件疑似 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这两位都是女性 年龄在48到51岁之间 其中一位施打20分钟之后 出现了不适症状 另外一位打完之后 没有马上出现不舒服 而是在一天内 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 索性治疗之后 两个人都已经出院 有专家认为 打完莫德纳疫苗之后 没有在几个小时内 出现不舒服 而是等了一天 才出现状况的话 这个情形比较特殊 要在咽血来厘清原因 全台各地拼打疫苗 不过国内季10号出现首起 莫德纳疫苗接种后 严重不良事件 15号又新增两起 都有严重过敏反应 其中一件还是在 接种后的一天内 才出现状况 专家认为 打完莫德纳疫苗后 不是几小时内 出现不舒服 而是等到一天内 才出现状况 比较特殊 得在咽血厘清原因 看看目前新增5845人 接种莫德纳疫苗 其中有两人发生 疑似严重不良反应 年龄介于48到51岁 这当中有一人 是打完20分钟后 出现过敏反应 另一位则是一天内 才出现过敏 所幸两人治疗后 都已经出院 另外在AZ疫苗 接种的部分 也新增12件 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包括八女四男 年龄介于22到67岁 有三例住院中 一例还在加护病房 八例持续追踪 民众不想要打完疫苗后 效果打折 也避免出现副作用 专家建议这几类族群 在击中前 得先跟议事讨论 专家也建议总会中心 要统计疫苗接种后 所引起的不良事件状况 和比例 才能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也有效降低副作用发生 记者送不倒 新北市有科技公司 趁去年疫情趋缓的时候 从中国和越南进口了 将近18万件的隔离医 他们明知 没有经过政府检验合格 竟然改包装 假冒成国内合格厂商的 医疗用隔离医 对外已翻倍的价格贩售 检调发动搜索约谈 发现这些有问题的隔离医 有不少已经流入 双北地区医疗院所 及长照机构 进到工厂仓库 卫生局跟检调人员 目标很明确 拆开纸箱 一盒合搜 里头是防疫物资 抛弃式隔离医 厂商谎称具有医疗级别 实际上却是防冒品 无端被防冒的是 台中颇知名的 羽红药品公司 所出产的抛弃式隔离医 疫情爆发初期 甚至专门提供给卫福部 这回品牌名气太大 遭人防冒 业者跳出来直呼 好倒地 正版盗版比一比 两者颜色很相近 不过盗版的众里科技 一盒只有十件装 包装较简陋 反观正版的羽红药品 一盒十五件装 包装袋还有中文说明 检调发现众里科技的 正姓负责人 去年从中国和越南进口 将近十八万件隔离医 不过疫情控管得宜 卖不出去 直到今年疫情爆发后 民众询问 是否有卖高品质的 羽红制隔离医 他们竟然就动起歪脑筋 仿冒羽红的包装 还翻倍贩售 而众里科技的负责人 被检调约谈后 预令十万交报 有问题的隔离医 流窜在双北地区 长照机构小型医疗院所 都可能中招 实际数量有多少 还有待厘清 只是业者昧着良心销库存 更可恶的是 让不知情的民众 暴露在了染疫风险之中 记者称在胡正伦新北市报道 其他焦点来关心 西南风带来水汽 各地水库终于劫克 上周日月潭蓄水区 连日迎来了雷震远 还有局部降雨 截至15号 水位已经回到744.72公尺 距离满水位只剩下3.76公尺 对比昔日干涸的画面 如今日月潭逐渐恢复往日紧致了 另外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也是大幅进涨 15号蓄水率终于过半 不过接下来准备要进入 倒坐灌溉期 还是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 六月的西南风为台湾带来水汽 日月潭蓄水区连日迎来雷震雨 和局部降雨 对比往日干荒画面 水情终于解渴 截至15号 日月潭水位回到744.72公尺 蓄水率来到77.7% 距离满水位的748.48 只剩3.76公尺 如果雨是持续 游望在这礼拜回到满水位 日月潭也逐渐恢复往日景致 这个船只雨后都回来了 但是现在是三级管制 很多游客也都不敢来 受限于全台疫情还是三级警戒 虽然不能做生意让店家很苦恼 但还是呼吁民众 不要急着现在来观光 希望解封之后呢 游客能到日月潭来玩玩 这是我们的期待 大家有钱赚 另外桃园石门水库也受惠于这波降雨 水量明显进涨 15号水位回升到231公尺 蓄水率终于过半 距离满水位只剩14公尺 疫情之下传来水情好消息 不过和去年同期相比 石门水库蓄水量 仍有3800万立方公尺的差距 接下来也将进入倒座灌溉期 呼吁民众还是要节约用水 记者南投桃园综合报道